七個單元 就是用Pandals來處理Excel 其實光這個叫DataFrame的東西 DataFrame這個物件 其實裡面基本上就可以處理所有Excel 你遇到的所有問題 通通都可以用它來完成 只是說它裡面你想說 那問題要怎麼知道說哪些指令該怎麼下 程式該如何寫 其實官方已經提供給你大量的資料了 只是說有點像一個字典 就是你需要的時候你要會查 然後查到你要的功能 而不是說叫你全部看完 哇那不得了啊 那在哪裡 底下我這邊有列一個 其實在底下這邊就有了 叫DataFrame的官方完整說明 這邊就有個連結了 有沒有它是1.4的版本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就有所有的 甚至這邊其實可以用search的 可以搜尋 然後你比如說你今天像我們剛剛什麼 你要read 比如說read Excel 比如說你這邊一樣可以把這個指令打上去 它一樣會幫你search 有沒有哪一些是跟讀取那個Excel有關的相關方法 那至於怎麼使用 它這邊會有一些相關說明 或甚至你也可以在這邊打一個Excel 有沒有 關於Excel相關的說明 可以幫我列出來 有啦 有沒有這麼多 當然如果有個缺點就是它全部都英文的 你變成說你要去K 另外的話當然你可以細部去看 底下這邊有相關說明 有沒有 包含這個DataFrame 它在物件裡面包含哪些功能 可以用到 有沒有 它這邊我們剛剛有read read read csv 有沒有 甚至可以read table 就讀取表格 OK 相關說明Excel這邊也會出現 那當然因為它有個缺點 它是英文的 所以要怎麼 有可能 語言 如果你讀英文沒問題 你可以 但如果說你想要把它變中文的話 它目前是沒有中文版 但是有一個方法應該各位都知道 按右鍵不是會有一個什麼 翻譯成中文嗎 有沒有 那Google翻譯會幫你翻譯 如果你懶得看那個英文的話 有時候其實這樣會相對快一點點 可是它翻譯的其實並沒有非常的完善 但至少比你慢慢去K那個英文 應該會比較有效率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老師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是沒有很好 這裡面有沒有更其他的連結 其實在底下 我還要找到一個 就是簡體中文的 的一個連結 這個剛好就是 對岸 他們做的一些相關網站 Pandas是什麼 它有相關說明 有沒有 底下等於就有點像是一個 電子書的一個網站 裡面的話有這些相關 你們也可以再去稍微看一下 快速了解 然後怎麼安裝等等的 這邊其實都有說明 不過你可以想而知 光看完這些東西 那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我講過 它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一個字典 也就是字典沒有人說叫你從頭看到我 應該是你要學會查字典吧 也就是你將來你需要什麼 你去把答案找出來 這樣才是學習的方式 OK 所以我是指向跟你講說有這些資源 以後如果你不會的時候 除了你可以Google一下 你也可以在上面找找看 應該也有時候會找到答案 因為我有時候有問題的話 我也是到上面找 OK 好 大概是這些 兩個方向 然後呢 底下有一些介紹 比較粗淺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含什麼資料的排序 篩選 還有選擇資料 怎麼去選資料 底下都有一個說明 甚至的話 你可以直接讀取 還可以更進階的去讀取Excel 可以針對Excel檔案 去做一些自動化處理 都辦得到啦 只是說怎麼寫 其實相對也是複雜 所以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就要回到剛剛提到的這個範例 哪個範例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到的 外匯的匯率這個範 這個範例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把什麼 把那個匯率的資料 把它除了匯制成圖表之外 我希望把這個匯率 存成什麼 存成Excel檔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哦 存成Excel的話呢 當然存成Excel之前 第一個 你可能要想說 我們剛剛的這個資料 類似像這樣 所以將來 我們需要的資料 第一個 就是把這些 有沒有 這些放在哪裡呢 放在Data 所以我需要一個Data 把日期放在Index 那Column因為只有懶 所以其實只要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串列 那就可以上面直接給它一個 串列裡面就放一個資料 就是欄位名稱就OK了 那如果假設以後你不會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要存成Pandas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我們做過的這個練習 可以把它當個範本 我們需要把這個 Input這一段有沒有 然後Print 先把那個Print的結果 把Data Frame Print的出來好了 比如說我把它貼到這裡 那第一個 我需要放什麼資料呢 當然 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我需要這個Data 那Data的話基本上 就中間這一串 所以中間這一串的話基本上 這個資料的話 理論上我們應該是放哪裡呢 這個中間這一塊應該是放 數字嘛 那數字的話理論上是放在哪一個串列 所以其實哦 這邊的話 這個Data實際上呢 可以把它改用那個這個 數字部分的那個串列 那那個串列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哪一個 其實這個可以把它直接用什麼 用這個 List應該 縱軸 縱軸是什麼 List Y嘛 所以你可以把Data 把它改成List Y 那再來另外有一個 第二個資料的話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呢 理論上是日期嘛 日期的話 我們理論上是放在橫軸 那橫軸的話 其實我們是放哪裡呢 其實是放在List X 所以呢 就把List X 把它放在Index的地方 那最後的話呢 有個Column 所以這個Index 這個可以拿掉 這個不用了 所以第二個OK了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Column 那Column 因為我們只有一欄 這邊有三欄 所以其實理論上 只要長成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裡面應該放哪個欄位 我們不是放國文 我們應該放那個欄位名稱叫什麼 那個欄位名稱呢 叫做 美元斜線新台幣 所以呢 拿這個名稱放在哪裡呢 放在Column裡面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呢 我們就分別產生 Data Index 不過我們是 利用前面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把它 直接拿來 放在這邊 就代替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執行 看一下結果 會不會OK 那我就不會圖了 我就直接 把這一整整 總共四行結果 執行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DataFrame 長得好像應該沒問題 這個上面欄位名稱 然後這邊是Index 這邊是Data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 把它寫出 直接寫出Excel 所以呢 我就直接呢 把它 底下呢 再增加於 這個 DF.ToExcel 那檔案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就要利率好了 叫Rent IT 好了 OK 如果存成一個 匯率 叫做 Rent.xlsx 大概就長這樣 那把它執行看一下 OK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表示應該存成功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在 根目的底下 可以看到這個 Rent.xlsx 沒問題 打開看看 看一下 沒錯 那打開之後的話 它看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 這個是日期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 它的美元匯率 不過 這個日期 因為我們是經過 什麼呢 經過那個 格式化了 有沒有 這個 List.x實際上是格式化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要格式化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必須要把 這個格式化 改回原來的狀態 OK 這樣的話 就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三個禮拜 那個匯率 結合剛剛做的 那我又把程式 放在那個 0601 所以剛剛做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 我是把它放在這裡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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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